赫尊 陳宥伟,這個批判球引導式給班森報扣 這個球,宥伟一個漂亮的傳球 傳給班森去一個大動作的灌籃 要贏球的話,像高野場 他就是失誤很少 助攻很多 所以才可以贏工程師 沒錯 所以這場球也是一樣 好 陳宥偉在一個高位的 每場球都有進球 進球也蠻多的 可是他的投的也多 投的比較辛苦 所以200公分的大勝 如果只投再進去的話 他會打得比較辛苦 對 因為他也不夠高 哇 這又是包夾之後 完全漏掉了陳宥偉 因為田昊跟朱宇豪這兩季三分 就把分數給咬上 陳宥偉在一個地板球 剛剛上場的王國志球進 再看一看 他的時候就失誤了 不是前一球的 一個漂亮的籃下 接著倒起來 劉哲宜 劉哲宜上的好像變成以傳球 陳宥偉 今天第一集他們就發生七次失誤 對 如果能把失誤減下來的話 再一個長傳 又給到了半身 他的牛水席有吃到 對 可是他是左手受傷 還是會陰影作痛 對 鄭如有球運的危險 看來鋼鐵人組場的球迷 是陰間大法師 有做法 對 讓他兩罰不中 還有球 第二段的加速 陳宥偉 左手上籃 郭忠偉 這是也是個即時雨 對 他的pick and pop的幫手 扯在宥偉的手上 低腳 鄭如 擺脫之後的出手 好球 好球 上到長安 是很少看到的 非常少 也是代表就是 郭忠偉的防守出問題 又找到底下的Brown 鋼鐵人 現在鋼鐵人第一波 守的是仁丁仁 哇大勝 這個籃下真的打不進去了 因為吳鐵人 好球 好球 這蠻大的 不過還是就是 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說 球員的經驗 然後避免受傷 反而是鋼鐵人要人 對 而且是四分鐘就開始進行 犯規戰術嗎 對 進入到了林立 球員都沒回防了 這也是蠻意外的 但郭兆傑的球掉 沒有犯規 屢正如上籃的 三星就是球員受傷了 沒有體力下滑 有時候就是同意去 發生這個受傷的一個狀況 也可以說是本季最好 他拿下了19分 沒有的地板球 再交給博智 還有拉他手